它完完全全的體現了命盤上一件 我常常跟大家提到的一件事情 化技才能夠賺大錢 最近在台灣很紅的消息就是 在未來下一個世代裡面 整個全世界產業的株溜 裡面專門提供各大公司征戰市場的 武器軍火商 也就是設備的提供者 全部都是台灣人 以及一大群的台灣相關的產業 可顯然台灣在未來一個世代 應該會出現一個新的產業火車龍頭 然後可以帶領台灣再創經濟上的高峰 這個整個魅光燈的焦點 都聚焦在黃董 蘇媽這些人身上 這些人都很好有很好的家事背景 非常有努力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 但是呢 比較少人去提到另外一個人 美超委的創辦人跟執行長 梁建厚先生 比較少人去提到他 當然是因為呢 整個媒體的光彩 都被黃老闆的光彩所搶去 他簡直如搖滾明星一般的 這個風靡的全台灣 我們來看梁建厚先生 就是他這間美超委公司 他完完全全的體現了 命盤上一件 我常常跟大家提到的一件事情 化技才能夠賺大錢 我常常說 無取化技的才不公 這種人會賺大錢 命公無取化技 這種人會賺大錢 為什麼化技才會賺大錢呢 我們來看梁建厚先生 他的出身背景 他們自己的兄弟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都談到有關說 我們為什麼去創業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努力 都是因為 我們從小就很窮 跟從小很多東西就是不夠的 都是不辱人家的 所以我們只好去創業 這樣是什麼概念呢 這就是化技的概念 這個梁建厚先生呢 他可以說是真正的擺手起家 他出生在嘉義 那種很偏鄉很偏鄉的地方 整個村落 只有四百個人 他連去上課都要走路走很遠 他知道說家裡這麼窮 他唯一只有把書念好 他才能夠翻身 所以他進了嘉義高工 後來呢再進入台北工專 打工賺錢存100萬之後 他把50萬寄回去給爸爸媽媽過生活 拿著僅存的50萬 去美國留學 一步一腳印的呢 創辦的美超圍 然後成為現在 據目前的估計 美超圍的市值好像是2000億美金 他個人的身價 應該是破1000億以上了 這樣子的這種富豪等級 他就是在告訴我們說 因為每個階段 非常的窮 非常的缺 所以他很努力的奮發 很努力的去 去爭取他的機會 當他在美國創業的時候 因為公司太小 去做AI分析的這些大的公司 根本看不上他 完全的看不上他 所以呢 他只能夠 去做一些別人不願意做的單子 結果過程中間 反而讓他練就了 很厲害的一身功夫 你想想看 我如果應付這種量不大 然後用麻煩的客戶都可以了 那這種量穩定跟大的客戶 我是不是更容易呢 所以反而讓他練就了很好的一身功夫 所以 美國的NASA是他的客戶 但NASA不算是大的訂單 要是這種Google 或是Apple 這種才是大的公司 那反而因為他這樣子的關係 美超圍呢 他現在已經是在提供 這個專業的超級電腦 這個市場呢 他已經佔了50%的份額 那這一切都源自於 他永遠覺得他做的不夠好 所以他要不斷去完善他自己 他的幾個兄弟姐妹 最後現在都跟他一起做 為什麼今天特別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這中間呢 我們沒有談到牌沒有談到星藥 可是呢 這中間想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說 這就是畫技的力量 技叫做己心 你對你自己內心的探索 渴求 最後就會變成動力 當他放在對的地方的時候 他反而是你的動力的存在 所以以後 當我們看到畫技的出現的時候呢 不要去擔心說 這個是一個困難 因為困難就會變成是你未來 那個很有能力的養分 跟很有能力 訓練自己變成很有能力的機會 看到畫技的時候 就要知道說 這個的空缺 就是你產生動力的地方 我們要去用那個畫技 跟用那個動力 就好像啊 這個美超圍的老闆 他從來都不會因為家裡很窮 也不會為了 因為家裡窮 我自己要念書都來不及了 可是他不會因為這樣 而只顧他自己 他甚至還去幫忙他的同學 甚至去幫忙他身邊的人 再跟大家說 美超圍很早啊 他就去規劃了環保跟綠能 他自己在訪問的時候呢 他有提到說啊 那是因為 他從小在家裡的山裡面 從小是樹培了他長大的 所以呢 他很在乎大自然的環境 所以當他到美國創業的時候呢 他就一直都很在乎說 他所做的公司是不是很環保的 這樣子的一個信念 以至於到後面 現在這個世代裡面啊 譬如說 那個亞馬遜要在台灣投資 他要求說 他必須要全部都綠能 那這個是世界的趨勢 那也是梁建厚先生他在創辦 米超圍的時候 他就已經注意到這樣的事情了 跨季有的時候啊 會是我們人生很好的動力 今天呢沒有談到盤 沒有談到星耀 但是呢 折抖樹本來就不是只有看盤 跟看星耀 而是抖樹呢 其實可以啊 給我們很多人生的力量跟方向 那我們用美超圍跟梁建厚先生的故事呢 來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